又是这辆车天天在我们的车位 电话都不留一个 没事 咱跟他说说 车哥 这是我们家的车位 麻烦你晾一下吧 老子爱听哪听哪 听车位谁你家名字了吗 这确实是我们买的车位啊 那又怎样 你叫他一声他能答应吗 赶紧鬼 答案我是 小师母咋要弄你 你 老公啊 我告诉你 如果有人强行占了咱们家车位呢 好好跟人家沟通就行 千万不要拿钢丝球去堵人家的排气孔 这样啊 人家的车会加不上油 而且还会积叹 会莫名其妙的熄火 就连修理厂的师傅 他都找不到原因 也不要呀 把螺丝钉放在人家轮胎前后 更不要啊 拿那个黑色油漆笔 去图人家的行车记录仪 还有前置摄像头 像人家这种自动折叠的后视镜 千万不要强行用手去掰 还有啊 这大夏天的 千万不要拿那个臭豆腐汁 顺着别人的车窗往下滴 更不要拿你的口罩 挂到人家的后车牌上 这样啊 上路不光容易扣分 还可能被警察逮捕你知道吧 咱们呀 做人还是善良一点比较好 是不是呀 弟弟 够啊 老婆 我还治不了她了